双星线 风云变 双星线 看来已经无人能挡了 但这必有一死的结局 要如何化解 险前定水遭珠 吸血也去 巫族的四大长老 仅剩两个 但凭我和桃妖长老 是否可以扭转此事 长老 我在卿尘的记忆中看到了一切 我们此前种种的猜测都一意应证了 殿下方才 究竟看见了什么 他为了我 闯刀山火海镇 作为圣巫女 他脱离了巫族 没想到七弟和凤衍 以我取圣巫女 和师父夺位之名谋逆 而我 竟是一无所知 卿尘以为这些悲剧的发生 皆是因他而起 所以在九仪台 被七弟围攻时 开启了玲珑阵 而在这里 十二 是玲珑阵 玲珑使的化身 卿尘他真是从另外一个时空而来 长老 发生何事了 怎么看你们心事重重的样子 没什么 只是殿下对你情深意重 你要好好珍惜才是 从今往后 我就将卿尘交给你 你要答应我 替五祖护他一师周全 张老放心吧 我定会好好照顾他 不负你所多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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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出什么事了 拉着一副脸 父皇 父皇 您此次一定要替儿臣做主啊 那太常司的民眼实在太过无礼了 他不禁把母妃留给儿臣的玉佩打碎了 还反过来责备儿臣是走路不堪路的 您看 如此说来 是莫先生的弟子 莫先生做事向来谨慎稳当 他教的弟子也绝不会差 是不是你自己又调皮了 父皇 不是的 若只是一个玉佩 打碎了也就打碎了 只是儿臣生气的是 那明眼平日里就不把本王放在眼里 儿臣好歹也是父皇亲自下之风的王 若此次不处罚他 儿臣的颜面何在 咱们天家的威严又何在啊 那你说如何处置他 立即将他处斩 处斩 处斩倒是不用了吧 平日里明眼对本王太无礼了 若儿臣想再留在太成寺 定是不想再见到他 不如 不如把他赶出宫吧 你想的倒是周全 啊 父皇 您倒是发表意见呀 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孙氏 老奴在 传朕的旨意 太常寺明眼 目无天微以下犯上 立即将他赶出宫去 老奴领旨 老奴领旨 儿臣谢过父皇 圣旨到 孙公公 敬过孙公公 藐视皇子打碎黎王的玉佩 为政法纪 维护天威 卓明眼 立刻离宫 吾诏 永不得再进皇城一步 怎么还不接旨 明眼接旨 来 长老 这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 我没有打碎他的玉佩 我只不过想关心他而已 哪知他 你先不用着急 我去找找卿尘 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 好 我到底是哪里都做这个小魔王啊 事情还好好的 如今陛下已经降旨 要将明眼驱赶出宫 不知你可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 长老莫及 此事我早已知晓 此前黎王殿下 曾找我商量过此事 你早已知晓 黎王殿下在知道 明眼巫族的身份后 担心他继续留在宫中 会对他不利 所以这才找了借口 将他打发出去 实则是想保护他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此事 还是先不要告诉明眼 否则他如何安心离开 好 难得黎王殿下这么有心 如此我便明白了 长老的身份 也终究是个隐患 若是寻得机会 也离开吧 如今只有你我在宫中 我若再离开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你连个元首的人都没有 这件事情 还是以后再说吧 那我们更需小心行事 那我先告辞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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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下一个 拿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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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下一道 王我大魏一直号称国泰民安 如今百姓流离失所 恶嫖遍严 是我这个大魏皇子失职 殿下到灵州搭州棚 发药材 开仓放粮 情况已有好转 再加上各地官员相继配合 朕在饮两夜十分充裕 想必这情形很快就会有改善 这还远远不够 这些贪官 本王要他们把该吐的都吐出来了 再也不敢插手百姓生计 让他走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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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人 还是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吧 免得日后更难交代 殿下 难道真的是适足于不顾了吗 是啊 殿下 是啊 这是啊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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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臣见过湛王殿下 丘夫为何来了临终 殿下 老臣若是再不来 我不知殿下 会做出何等荒唐之事 殿下此举是要自决于百官 若这样下去 定会失去百官之心哪 是民心 还是是百官之心 我宁可选择候着 舅父可曾深思 我此番上则的目的究竟为何 正是因为臣治的后果才会前来 殿下如此行事是自断后路啊 如依殿下所奏 你这是要得罪举朝的官员吗 举朝 莫非旧父的意思 是我大魏举朝解谈 你口口声声说着官员 官员 你可曾想过外面那些活活 被饿死的百姓 他们是为大魏的死灭 又有何故 四位官员 如果不能替百姓谋夫 替百姓做主 那么留着有什么用 如果整个日里 都在想着讨好百官 那么到最后 夺下这千疮百孔的江山何用 殿下 可是 你说别说了 这外头跪着的 也有你的门声 既然来了 就出去告诉他们 尽快把赈灾粮补齐 另外 你从殷家 挑一些可靠的干领给我 其他的 该罚的罚 该竹的竹 若是连这点头脑都没有 如何能服作我德情山 你 不如是连这点头脑都没有 朕心里清楚得很 当初费尽了心思 即便他给朕生了个皇子 心中恐怕也根本没有我们父子 只怕朕将皇位交给灵儿 他都不会回心转意的 湛儿去了灵州很多日子了 一直都没有消息 不知情况如何了 湛王殿下人中奇迹 定会将灵州一事处理妥当的 朕这几个儿子一个一个的 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储君之位不亦控制太久 既然他们对朕的决定有看法 那就来一个当朝举荐 朕想听听众臣对此事的看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弟们才能提醒 梦 Vermont 陈人 咱俞 您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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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是 您不愿意 不愿意 我们必须 不是 为什么